回到家等了兩個星期都沒有人打過你 就敲門的計劃 最後告終 但是你問我有沒有不開心呢 是沒有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機會是要自己爭取 那時就有段時間我接劇中間就沒什麼做 差不多有20天沒有回到TVB 其實TVB不僅僅是戲劇部而已 中藝科我有沒有可能做主持呢 問題就在這裏 他們不認識我 所以他們才不找我做主持 如果我上去跟他們說 我以前跳舞學會做過主持 我在香港電台做過主持 可能有機會 然後我就有一天早上10點回來 然後就問同事 請問兒童組在哪裏 說是誰去監製 我就進去敲門 你好 我叫方兆聰 你可能不認識我 但是我在戲劇部已經做了六年 我拍了很多劇 我以前做過主持 我現在很希望可以做一個主持的起步 或者是一個主播 希望你給我機會 我去了兒童組 體育組 新聞部 新聞部沒有得去 去了娛樂新聞台 也都去了東藏西網 總之但是你全部想到的 有細主持的監製的房 你都…我都去過了 但是當時間就告訴你 那個世界是殘酷的 世界是真實的 電影是電影 回到家等了兩個星期 都沒有人打過來 就敲門的計劃 最後告終 但是你問我有沒有不開心呢 是沒有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機會是要自己爭取 如果最後都得不到我想要的回報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已經嘗試過 我覺得人生最大的無奈 是你沒有嘗試過 你嘗試過失敗 是OK 因為你下次就會有經驗再做好一點 發出的能力 就算是對抗爭的 是最大的你有問題 是你會來的 發生的音樂 你會來的 發生的音樂 你會來的 你會來的